家中有生病的孩子是父母亲的最大挑战 比如说很多家有自闭儿等特殊儿的父母亲呢 有的时候会有心理障碍 不敢带孩子出门生活的相当压抑 天使基金会呢现在发动3月27号 相约特殊儿父母带孩子出门来上太阳 而且他的朋友可以比一个OK的姿势 表示我是此 爸爸喘口气 妈妈放轻松 三三六 爱奇儿 爱奇儿 五个特殊儿家庭和拍日之 三三六爱奇儿公益广告 由张孝岩女儿张慧兰指导 天使基金会发动特殊儿家长 在3月27号带孩子出门 这天宋大明夫妇 马嫂都带着他们小孩来共襄胜举 三三六大家一起来 大提心家林肇成 难忘大女儿在飞机上惹来的骚动 这些孩子被关在阳台 有些自闭症的孩子被关在狗笼 我常说上帝啊 他们不会说话 谁来帮他们说话 二女儿玉华 在记者会上和父母亲都有很大的肢体互动 这位罹患高功能自闭症的Justin 安静时看起来很正常 这一阵子我不太敢带他出门 后来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生命个体 他有权利走出去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就很勇敢都会带他出门 只要碰到发出硬硬的孩子 以一个OK的手势表示我懂你 3月27号下午1点 市政府特殊儿家庭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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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特殊儿家庭不见不散